蚂蚁不小心 那一隻蚂蚁現在投胎做那隻野豬 也不小心給它撞死了 一隻蚂蚁 不是故意的 所以這個叫因果 你不小心也不行 也犯因果 雖然沒有造沙葉 但這個因果它還是要成熟 一隻蚂蚁 所以因為了解如此 那我們 任何行為都要小心 有些人脾氣不好 開口就罵人 那沒辦法脾氣不好 所以你唸奧彌陀佛就唸得不好聽 你唸大悲咒人家 你不要出聲音 因為你拿麥克風吵了 我唸完了你還在唸 因為你聲音跟人家配不來 所以 那這些都是你的習慣 如果你願意改變習慣 那是最難的 你會發覺馬上改變了 所以唸一下 心態改變 世界改變 心態改變 命運改變 有一個太太經常跟我說 師父 我修行吃素 我先生經常打我 為什麼我也沒跟他吵架 我就說 我看你那個臉就是欠打的樣子 你先生講你這個臉很難看 雖然你沒罵他 你已經打他了 你打到他的心 他只好用拳頭打你 如果你先生罵你的時候 你還是笑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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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打你 是你的臉說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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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為你心態沒改變 所以我想各位這個就叫 你要怎麼改變 所以佛經有個故事嗎 各位聽過 有一位有錢的太太 她為了要去拜佛 所以她從鄉下找了一個奴隸 來幫她先生煮飯 她六載日就可以去寺廟 拜佛 結果這個小女生 她是個奴隸 雖然長得漂亮 她想要變有錢人 所以她就起了壞心 她用那個最熱的水 趁她女主人在煮飯的時候 用最熱的水潑女主人的臉 她想說讓她毀容 她先生就不要她就會愛她了 結果這個女主人 當她水一潑她 她看到了 她都沒生氣 她想說 沒有這一位小卑女 我就沒有辦法去受八關摘戒 我受八關摘戒 受一次八關摘戒 可以生七次天 受兩次八關摘戒 可以生十四成的天 哇 太好了 所以她不恨她 她水一潑過來她不恨她 結果不恨她 她整個臉不但沒有受傷 變涼水啊 很奇怪 結果旁邊的工人看到了 就把那個小卑女抓起來打 她說你們不能打 你們不能打 明天我帶她去寺廟 你看她也不恨她 她心態改變了 命運改變了 結果到了寺廟 佛陀就讚嘆她 哎呦 因為你不生氣 你改變命運了 如果那個時候她潑你熱水 你一生氣你就毀容 一毀容 你先生就把你趕出去 然後呢 這個卑女就站在你家了 但是你一念頭不生氣改變了 這個卑女還覺得自己錯了 結果佛陀一講的時候 那個卑女跪在那邊哭啊 我懺悔 我一時嫉妒心生氣想要搶我女主人的位置啊 她對我那麼好我還要搶她 她就跪在女主人面前說 我發誓永遠做你的仆人啊 所以佛陀又感化她 她不但沒有敵人還多一個最好的朋友 一個心態就改變世界 所以我想各位那麼會算命 非常好 至少你了解一下自己 但是最命 生命是你的心態造成的 那如果你要問你的心態如何 問你老婆就知道了 問你老公就知道了 問你的家人就知道了 因為你家人跟你在一起 你有些人 像有一個生意人 他問我師父 我認真都不賺錢了 我說你看你那個臉就倒霉臉 怎麼會賺錢 和氣身材 要笑啊 要笑啊 來 各位笑一下給我 有些人還笑不出來 那個臉已經變撲克牌 和氣身材 做生意本來叫這樣 笑笑笑笑 不要生氣 生意很好 你都不笑 然後還會生氣 就把財神給踢出去了 所以命運 心態 行為 除了守戒律 那各位要開始改變自己的心態 所以經典說 如果你心情不好 不想笑 念一下 南無彌勒尊佛 彌勒菩薩慈不慈悲啊 故意吃的胖胖的 你看到我就笑 他就是要讓他叫歡喜心度眾生 痛苦的時候 南無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慈悲就苦就難 彌勒菩慈悲給人快樂 所以叫大慈彌勒菩 大悲觀世音菩薩 他就是希望你去學他的樣子 然後你心態改了 命運就改變了 所以得癌症也好 生病也好 賺錢也好 然後你相信因果 善良的心 慈悲的心 原諒別人的心 會很好 所以如果你謙虛 微笑 把對方當做媽媽爸爸 我要來幫助你 對方看到你 就很喜歡聽你講話 講錯也變對 就是聽到你講話 看到你臉就高興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我師父也常跟我講 因為我都去監獄寫講課 監獄的人 你看到出家人不高興 你要給他講道理 但是我師父說 你進去裡面 要當做對方是你的哥哥爸爸 所以我進去 我不會說 你們這些犯人 等一下換我被打出去 你要講他喜歡聽的事情 所以各位太太我勸你 多講一些你先生喜歡聽的 你不要沒事 他心情還不錯 打電話給他 我跟你講 你兒子又跌倒了 念一下 報喜不報憂 對 要講好事 講快樂的事情 他正在打麻將 你打一個壞事 打輸回來還打你 他本來快贏了 你一個倒霉鬼打電話來 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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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輸了老半天 終於現在贏了 所以因為你這樣一句話 還不高興 當然講這個 你要學習 你要講 控制自己 對 你要先控制自己 我不生氣 我不驕傲 然後我再來跟他講話 可以 你跟你兒子講話也一樣 你希望他不要賭博 不要再打電動玩具 你罵他 你罵他 你罵他沒有用 他打得更厲害 你要笑笑的 欸 兒子早一點睡喔 眼睛才不會紅喔 然後送他喜歡吃的 慢慢慢慢 他不會怕你 他敢跟你聊天 我們叫什麼 來 陪著兒女成長 要陪著他 而不是管他 管他 因為我認識很多做壞事的年輕人 爸爸媽媽 兩種 一種是管得太嚴 第二種是不管 就是這兩種 爸爸媽媽不在了 單親 所以他兒子變 爸爸媽媽太嚴 也沒有用 兒子覺得家裡是監獄 對不對 你不自由 所以他就跑外面亂交朋友 完蛋了 變壞了 因為爸爸媽媽不是他的 最好的朋友 爸爸媽媽不能聽他講話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學 雖然我們講佛法我 我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 但是你要很有耐心 細心跟他講 你要用他懂的語言 而且歡喜的跟他說 這一點 就像我自己 我每天照攝影機 我都會看 我講話有沒有在笑 因為唐太宗說 講話不笑的人做不了大事 我都背起來了 背下來 講話不笑的人做不了大事 人家做皇帝 所以各位你就算生氣 你講話也要笑笑 因為對方做錯好可憐啊 我怎麼幫助他 我怎麼幫助他 對方已經做錯了 你又很生氣 幫不了對方 所以釋迦牟尼佛他不用這種方法 真的對不得不的時候 展現一下神通再來講 可以 不然的話 有時候我們要問自己 生氣那麼多次有用嗎 沒有 罵他那麼久有用嗎 氣死你自己 所以當然講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改變命運 第一個 要相信因果 因果 這個因就是代表心態 你的心態要先調整 然後講話 行為調整 然後你的病就會好很多 有些人晚上睡不著 有些人得癌症 得癌症有吃素啊 我吃素了 怎麼還得癌症 你嘴巴吃素 心裡沒吃素啊 所以你還是不高興啊 所以你那邊痠那邊痛啊 癌症啊 所以 所以醫生就會說 心態很重要 太緊張 壓力太大 脾氣暴躁 就會傷害到你的肝啊 肺啊 心臟啊 我認識一個出家人 很正很端正 不做壞事的 那是驕傲 看不起別人 結果呢 不能走路 雞嘴太硬嘛 個性硬 所以雞嘴骨也硬掉了 看不起別人 骨頭疏鬆症 沒辦法 所以 就叫外強中肝 就是變成這樣 那個性如果改變 那 命運就會改變 所以我講的這個 還不屬於解脫道啊 我們菩薩道 這還叫 人天福報 那因為 做人嘛 人很重要 一個人有錢漂亮 但是跟他相處不快樂 那也很痛苦 一個人就算很窮 那這個人很微笑 柔軟 關心別人 跟他相處很快樂 那你讓周圍的人快樂 你自己一定快樂 你念一下 給別人快樂 自己就快樂 讓別人痛苦 保證你痛苦 好人好自己 壞人壞自己 所以就像佛陀說的 你罵人 就像在空中 土壇一樣 最後低到自己 所以既然我們修行了 那各位要開始改變 再念一次 不罵人 多講好聽柔軟的話 好不好 不好就拉肚子 你要發怨我 不然沒用 你明天還是罵人 我們師父好會罵人 就講這句話 師父都在罵人 因為師父脾氣不好嗎 但是你改變你的 你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所以中國人說 一個人為什麼會發財呢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為什麼福報這麼大呢 玉界天福報最大的 玉皇大帝 念一下 守五戒 圓滿七德行 五戒剛剛念過了 就是不會損福報 不殺身不偷盜 不邪音不妄語不喝酒 可以升天 那為什麼升天 這麼多天神他做玉皇大帝呢 因為他有七個德行 等一下 孝順父母 尊敬師長 這一點緬甸人可以做世界的模範 因為我剛去美國歐洲回來 爸爸要打兒子 媽媽要打兒子 打電話 警察就把爸爸媽媽抓走 你不能打的 先生要打太太 馬上打電話 警察就把你們兩個隔離 十八個月不能講話 這就是科技進步 可憐了 這種情況 就不用談孝順了 但是我們緬甸也好 我們華人 中國人 這一點做得非常好 孝順父母 第二個尊敬師長 我緬甸人看到老師滴滴的 對不對 不能比老師高 尊敬有智慧的人 所以福報大 第三個 重點來了 來 不罵人 第四個 不騙人 第四個 不說是非 玉皇大帝福報那麼大 就是這三個口頁 所以中國人講 沉默是金 孝順父母尊敬師長 大家都知道 泰國人跟緬甸人一樣 這邊擺佛像 這邊掛爸爸 這邊掛媽媽 非常好 把他老師父也掛在身上 尊敬師長 孝順父母 但是呢 嘴巴要修行 不罵人 多講好聽的 不騙人 多講老實話 不說是非 盡量 當作你不知道他有缺點 盡量講他好了 多講 多講